要么无可取代,要么与众不同 大家好,欢迎来到密社俱乐部,我是曹瑞 与你一起分享有态度的生活方式 你还觉得配饰只有真金白银,玛瑙玉石 No,现在的配饰可以是这样的,这样的和这样的 特立独行,与众不同更符合现代年轻人的潮流信条 而这些猎奇的暴力眼球,法老塑像形状的配饰 都是来自Unbrush这个新兴街头潮流品牌 而且Unbrush并不满足于潮流品牌界,还主动出击时尚界 甚至还与宝格丽搞起了跨次元的联名 推出了辨识度极高的联名手带 把宝格丽经典的高贵舌头元素玩出了新的花样 这个被改造了的舌头看起来有点奇奇怪怪,可可爱爱 总被错认成一只青蛙,包身像谁冲了气一样 亮眼的配色足够吸睛,强势抢占了年轻人的市场 Unbrush有日本著名的hiphop 组合成员 Walbo和他的韩国妻子Yun在2012年联合创立 两人2008年在波士顿大学相识相恋 基于两人对于街头文化拥有同一种认知和兴趣 于是共同打造了品牌Unbrush Walbo选择Unbrush这个词来作为品牌名,就像是你生词一样 像是别人看到品牌设计的反应,hiphop 组合出身的Walbo将街头文化和嘻哈音乐的能量注入到配饰设计中 曾任迪奥男装首席珠宝设计师的Yun也是响当当的潮流专家,AKA韩国潮流教母 两人各司其职,很快就成为了潮流圈中响当当的夫妻党主力人 Unbrush的饰品一直都是品牌十分受欢迎的品类之一 品牌最初成名于红影项链,这个风向标示的时尚图案以波普艺术为灵感来源 捕捉了独特的东京审美风格,毕竟问世便引起了全球媒体争相报道 在这股风潮之下,作为Walbo圈内多年好友,被主理人Nego自然也是触手相助 随着圈内众多好友的推波助澜,Unbrush逐渐地冲出了亚洲,走向了欧美 Unbrush作为为数不多的潮牌女性设计师,她深知性别和种族本身并不是问题 然而性别和种族却引发了众多的问题 她在Unbrush参与的设计系列单品中,会更多地从女性角度出发 让Unbrush并不会厚此薄弼,真正地在潮牌界立足 2013年全新的VVV系列线商品,秉承品牌的偏锋前卫的作风,事物的设计相当夸张 例如放大了的别针和钻石戒指,2016年云决定让Unbrush从配饰走向成衣 拓展了成衣业务之后的她趁热打铁,凭借着她在潮流界强大的人脉关系 不断地让Unbrush与各大品牌联名,Undercover,Off-White等等 Lady Gaga,JZ都曾佩戴过他们的设计 Unbrush从配饰领域走向成衣世界,带着她反叛不羁的风格 一路杀进了LVMH大赛2017年的总决赛 Unbrush总是以日系简单款为底,将金属链条、涂鸦加入其中 像是一个从家脚严格的世家中走出来的坏孩子 一个前代与现代碰撞出的反叛酷孩子 一个为他们不断发声的品牌 要么无可取代,要么与众不同 欢迎订阅LVMH俱乐部,明天见